好,詹教練,我現在就有另外一個問題 你剛剛講說,告訴我們居合它是一個經過想定 然後不斷反覆練習,掌握空間,要經過市展 要掌握任口方向、力道這些東西 它是真正為了操作一把真的兵器 鋒利的,危險的兵器 而劍道的話,它可能近代劍道是比較像是格鬥運動的型態 運動的話很成功的一個武術轉積極運動的一個代表 全球可能超過50多萬人鑽研在這上面 然後整體有練過的,聽說有個紀錄我記得是200萬人有練過的 也許不是 當下,還不是說曾經練過 那每年這個世界選手警告大概也是很熱鬧的 真的是不得了 但是,我想這邊就出現一個問題了 你說今天別的武術一種格鬥也就罷了 那都是源流於日本傳統武術 劍道打拘合 你兩邊你都有經驗,劍道打拘合怎麼辦? 你怎麼說? 這個主要看 第一個是規則 畢竟不是要廝殺 第一個是規則,是什麼樣的規則 你如果說以得點制的話 那同樣條件下的人跟同樣訓練時間下 以劍道模式的規則來打 我相信聚合的會輸得很慘 因為純粹指鏈居合的話 他並沒有經過太多的空間掌握訓練 更何況見到是在不斷的移動對峙 不斷的自由的節奏下 去進行所謂的競技訓練 那他的反應跟他的瞬間速度 跟他的控制這個持劍的能力 比你只做動作的人 那當然是不可同時而言 了解 好,那我們這樣講 我們不要用不同人 假設今天就是我分成一個平行時空 我一個就是專心的我就是練聚合 但是聚合所有該練的我通通都練 那真的也是最後能夠掌握一把真劍 真正的開封的武士刀 那另外一邊呢,可能就是我同樣的 我很認真地練劍道 那我也經過比賽 我也把腳步、力道、反覆這些 得點這個能力也練到很高 那如果今天放兩個上去 我就講白了 我們都拿竹劍 誰有機會 都竹劍的話 那我覺得還是劍道的會先 比較有優勢 這個可能是因為他就是很習慣 所謂的互相運動的狀態 把器械規則跟整個環境 所以這種整體的氛圍 還有這種環境其實是很大的影響 是 那當然我今天如果換了 假設今天是同樣 我這個練劍道運動比賽 我今天走在一個公園裡面 拿出碰到另外一個 我有一把真刀 他有一把真刀 在一個剛下過小雨的公園裡面 兩個都是拿真刀 那這個練劍道跟練聚合的呢 以條件上來講的話 居合會占大部分優勢 第一個 所謂的器械部分 因為長刀劍雖然 重的頂多可能1.2 1.3公斤 但實際上 這個有那麼長的一個重量 加上你移動的慣性 甚至連你在走位的時候 他本身都會產生一個慣性 你有辦法控制慣性嗎 練居合的話 他是長時間在訓練這個東西 那劍道的話 他比較偏向於快速的移動 因為這是競賽的一個方向性問題 他需要快速的移動 快速的使用重型的擺動 那但是你拿上這個重量的時候 使用這個方法其實不見得合適 更何況剛才講的場地是在公園 對 他不是平整的地 甚至下過雨 對可能為濕的草地 像我個人的經驗 有一次我在戶外施展 然後一樣是草地為濕 然後地面是不平的 我在移動快速的時候 我甚至要特地把腳整個 抬起來踏步走 因為這是泥令跟滑的那個感覺 對 因為你如果不抬起來 用力往下踩的話 你的腳會這樣子滑掉 一定會有前後的 對 那你拿針刀 然後你又想做砍擊 或刺擊的動作 你的重心會被帶走 那這種東西在竹線上是無法訓練 甚至比賽場上是無法模擬的 那所以說這種 條件下的話 通常居合會佔比較大 有的是再加上心理層次 因為你實際上 你拿刀搞不好都會用到自己 可能會割到自己之類的 因為我們還是得假設 我剛剛假設很明確 就是說 我如果是從頭到尾 我都是練劍刀 從來沒拿過針刀 今天你突然給我一把 要我跟他去拚生死 跟這個也許他沒有殺過 可是他永遠都是要用針刀 而且他不斷地打 切劈 我覺得這還是有差 對 其實像不管練是居合或剪刀 練到後來就是 你要下去吃飯 你拿東西 可能幹嘛 或是做動作 就像拿筷子一樣去夾 你永遠都用15公分 今天給你是20公分的筷子 就完全不一樣了 所以這個就是有這個差 訓練性的差異性 我覺得這一段 我們並沒有今天 我希望大家能夠清楚的看到 我們並不是在說誰好 而是你在講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真的知道自己在講什麼嗎 我覺得這是一個練武的人 甚至你只是一個 對武術有興趣的人 都應該要掌握的重點 是的是的 針對性跟方向性